大家好 黑木耳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有着素食之王的美育 适当的吃一些对身体非常的有好处 很多人在泡发木耳的时候都泡的不对 今天就分享一个泡木耳的正确方法 首先碗中加入木耳 在木耳里面加一勺糖 白糖能促进木耳的发酵 紧接着再加入一勺淀粉 淀粉有比较强的吸附性 可以吸附掉木耳表面残留的杂质 再倒入一点白醋 然后加入适量的温水 把它充分的抓匀 然后放在一边静置一会儿 这个时间我们切点胡萝卜 先把胡萝卜改斜刀 然后切成菱形片 再准备两张干豆腐 竖着切成条状 然后把它落起来 落得整齐一些 然后 斜刀切成大小均匀的菱形片 将它抖散 然后准备一个尖椒 从中间切开 再切成菱形片 现在过去差不多15分钟了 这个时候的木耳体积明显变大 而且泡木耳的水比刚才变得明显的浑浊 所以说用这个方法 不光木耳泡得好 而且还去除了大部分的灰尘 之后我们再把木耳 用清水洗干净 可以多冲洗几遍 这样我们吃起来也放心 下一步锅中烧水 水开下入木耳 焯烫一下 这样可以有效地去除 木耳里面的炒酸 焯烫一分钟之后捞出 碗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把焯好的木耳 再接着浸泡一下 然后再焯一下干豆腐 干豆腐经过焯烫之后 口感会变得更好 一分钟之后捞出 然后再放入清水里面 过一下凉水 捞出 然后再放入清水里面 多了说 现在我们拿起来 再放入清水里面 然后再放入清水里面 就像 Don Juan 那是啊 他们代表咱们 大家还没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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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 做好菜